青苔摩羯昨天下午2点登陆到旅宋岛 中央气象处于预估了 未来会通过旅宋岛的北部进到南海 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今晚开始就会受到台飞万维环流影响了 接下来北海岸 大台北地区跟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 不定时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只是受到台飞万维环流影响 所以台湾附近的海面也会有长浪出现 从今晚到明天 东半部包括蓝雨绿岛 周四到周日的南部还有东南部沿海 跟澎湖地区都会出现长浪的情形 所以如果观众朋友有海边活动的话 要多注意了 不过马上带您来关心 最近几天的降雨状况了 今天白天的状况 其实大多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 因为水汽增加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恒春半岛 还有中南部地区 都有零星的短暂震雨 尤其中南部跟恒春半岛的雨势 会变得比较明显一点点 不过中南部还有其他山区也要留意 午后就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震雨了 但是从今天晚上开始到周五 收到台北万文 环流银嫂带来的水汽 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地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 跟恒春半岛 不定时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延续到周四了 要到周五的晚间左右 台风才会离台湾比较远一点点 但是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 依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或是雷雨 而且有比较大的雨势 中部以北 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震雨 不过待您看到到周末 周六周日到下周一 因为台湾位于低压带的环境 所以机会变得比较多一点点 预估降雨的范围会逐渐的扩大 南部地区 中南部地区 澎湖 金门 马祖都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而且其他的所有地区 像是北部地区跟中部地区 午后也有短暂的雷震雨了 虽然摩羯没有进来台湾 但蛮多地方都会下雨 断断续续都会有雨势 而在温度方面 今天高温炎热 各地大多是32到36度 因为东风沉降的关系 所以新竹苗栗 可能会有37度的高温 机场手也针对了七个县市 发布了高温的特报 包含新北新竹 新竹县 还有台南市高雄跟屏东县 有连续36度的高温几率了 不过现在台风摩羯 到底位置在哪里呢 马上大家看到了 摩羯以每小时17公里的速度 向北北溪再进行 未来将通过旅宋岛的北部 经过巴士海峡到南海的东沙岛 海域的机率比较高一点点 未来预估有可能会持续的再增强 而半暴风圈的半径 也会逐渐的扩大 现在摩羯台风 预计先偏西北的方向移动 接近通过旅宋岛之后 受到北边的高压导引气流 进入到南海 往西移动到南海的广东沿海 直接影响到台湾的机率 其实是比较小一点点的 不过今明天呢 是摩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候了 其实呢 外围环流将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 周三台风进入到南海之后 才会稍微的增强 离台湾也会越来越远 但进入南海之后 就会带来外围环流的水汽 影响到台湾了 但是呢 周末以后台湾位在低压带的环境 低压带当中呢 有一些热带系统可能会发展 但它的位置跟强度 还有路径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所以气象鼠也会持续的观察 不过呢 还是今天要提醒 所有的观众朋友 外出的时候 今天一定要记得 攜带雨具一方 之后有午后的雷震雨之外呢 以及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了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天气资讯 金华城案持续战半当中 随着北检抗高 越来越多案件的关键人物已出现了 柯文哲的下一步 何去何从 也让外界非常的关注 而柯文哲昨天从黄珊珊家 回到家中之后 晚上八点多又临时出门 今天早上他已出门上班 更是再一次透露了 当检方到他的家中 把USB硬碟都搜走 更说比照郑文灿的案子 他们第二天都提趟告 为什么他的拖那么久 说检方用很多时间 在读里面的资料 动用了国家的力量 在研究柯文哲 更批评整个中华民国的司法机关 两个名嘴一样 不抹黑就编故事 他今天早上受访的时候更说了 国家花三十年走出党国体制 民进党变成新的党国体制 司法跟媒体如今都变成了政治的工具 更说民进党 你们对得起二三十年前的创党前辈吗 只是台北市都委会的职委邵秀佩 他遭到台北地方法院称为是 金华城案的共犯 而且疑似畏罪潜逃 因为内部人士透露了 金华城案2020年10月12号 有一场关键的学者专家的咨询会议 邵秀佩就是那场会议的主持人 也是这场会议之后 金华城的容积率才想渐渐的 往560%来定调 北浅昨天晚间将人移送复询 要釐清关键的经流跟资料 只是柯文哲也帮邵秀佩说话了 他说认为那么多人都签公文 不能最后推给某一个人 不过昨晚真的是剧情满满了 因为民进党晚间 以民众党没说的真相为题 发出了系列的图文帮北浅说明 所以在发布后不到三小时就删文了 有不少柯文哲的支持者涌入流言 认为司法变成国家的机器 民进党事后回应了 说文章跟图卡内容 都是取自相关单位的官方声明稿 但确实有让人不当连讲的疑虑 所以才会删文 而对此呢 其实民众党之后也反酸了 他说谢谢北浅的发言人 民主进步党勇敢的捍卫 为不当的司法程序发声 双方是真的都很酸 只是如今北浅提抗告 到底结果会如何 律师黄帝影就分析了 他说至少会面临两大的挑战 首先彭震生说是柯文哲交办的 北院裁定的时候竟然认为不算涉嫌 重大违反经验法则 再来实质影响力是否双标呢 黄帝影说了 高院在郑文灿深压抗告裁定 留下了卸任市长 仍有实质影响力的见解 发为后郑文灿裁定收押 可是呢 柯文哲按的抗告也会到高院 同样是卸任市长 柯文哲可是现任党主席 会没有实质影响力吗 这是司法是否双标的挑战 而现在金华城也有越来越多的 关键人物出现了 简连也传唤了金华城的关心人 也就是北市的前兵局长朱雅虎 最后他是请回的 不过外界也关注了 这位好市府的前官员 因为他之后转任了 微经集团子公司顶月开发的朱雅虎 在整起金华城的案件当中 是否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了 这些人是透露了 朱雅虎过去是好龙斌的爱教 他在市府担了7年的部总联络人 为人八面玲珑 与各方关系都很好 闹翻的确是因为朱雅虎 后来转任到微经集团底下做事之后 原本朱雅虎都会参加好龙斌的 卸任首长的聚会 其中一场聚会 还因为跟与会的人发生了 口角就不欢而散 而之后朱雅虎也被退群组了 如今金华城案就是越滚越大了 也有越来越多的关键人物出来指认 会不会危及到柯文哲的政治生涯 外界也都放大监视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房市太热 尽管政府官员一再地说 没有现代令 但是房贷户一带难求的名愿 也引发了总统赖金德的关销了 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 昨天赶紧约见了 22家的公民银行的总经理 银行也承诺会采取四大措施 确保新清安房待遇首购族不会贷不到钱 包含了第一就是对已经核保签约的核贷户竞速的补款 第二就是明确的告知贷款合拨的时间 第三采取调钩对银行法72条之二的内部警戒值 第四将会有限信用的资源 优先乘坐给民下没有自用住宅的民众来购物贷款了 只是房市买切延烧多建银行 都拼临了触及房贷警戒的税位 越越多民众遇到深贷不顺利 必须要排队的拨款状况 八大公股银行可以乘坐不动产放款的空间 如果将已经核贷未动拨的部分纳入口量的话 实际上都已经低于新台币5000亿元了 对此财政部表示了 他们说是不予置评的 但是重申会持续的督导公股银行 避免影响到首购的族群 要优先满足其自住的需求 并且确保核贷物的权利 不过短短两周内 国内大型行库的董总接连 和了央行总裁杨金龙 还有行政院院长卓荣泰的三杯咖啡 大动作的背后动机都相同 就是银行房贷借不到民怨沸腾的消息满天飞 政治总统 行政院长与央行总裁 全都出面喊话了 要银行对于有购物需求的收购族 与新铅房贷不能现贷 必须充分的满足需求 不过银行的高层就分析了 由于各银行的额度有限 对于央行要求 包括收购跟清铅房贷 都必须充足的满足需求 这使得三类型的房贷客 要拿到额度会更加的困难 究竟是哪三类呢 包括是反复买卖交易的炒房客 还有名下坐有多名房产的囤房客 或是包租公被银行拒贷的可能性 也将随之升温了 不过呢 行库主管也分析了 这部银行的现贷令 主要是今年上半年房市真的热乎乎 并集中在第三季交污 导致银行的房贷满水位 要超过法令上限之余 只是为了避免超限 会请客户与建商沟通交污的期限 并依序的拨款 避免银行的贷款过于其中而超限 不过呢 六度的地震局 昨天也发布了八月房屋买卖移转的动数 合计是达到24,527栋 年增来到21.4% 因为经清安房贷 八月进入了拨贷的高峰期 推升八月的移转动数 创下了近14年来的同期新高 不过呢 月减幅仍然是超过7%的 房市专家徐嘉欣他也分析了 他说新建案交污潮溢筑之下 撑起了八月房市的成交量能 但是呢 房贷现代令的新政渐渐的方向 让房市的买气开始受到影响了 而国内是否有新一轮的房市政策推出 都将影响到房市的表现 专家也预估了 未来接下来整体的房市 都将成建价稳乱缩的格局了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